我們就幸好沒車子過去 對啊 不然就已經死掉 水工廠是不是南宋的部份 開始 自來水工廠中區工程處在辦理鳥嘴潭下游管線施工的時候 今天在辦理試壓的動作 試到一半發現街頭有脫落有漏水的情況 我們試壓的長度大概900公尺 管底的水大概接近1000公尺 試壓過程就發現路面隆急 疑似街頭脫落 有一些水量散移到路上造成路面的汙染 也造成雙向的一個通車的一個堵塞 目前我們先恢復北上車道 經過路面清洗之後 中午以前會恢復雙向通車 那預計下午的部份南下車道 外側的部份我們也會把路面清洗乾淨恢復通車 那至於發生的原因跟路面修復的部份 我們預計是在明天來進行路面的開挖確認 然後並行修復之後 最晚應該後天可以做路面的修復 跑足加封 然後恢復雙向的一個通車 所以大概是水量大概900公尺對不對 那你說大概水量跑出來大概多少的水量嗎 我們是算過管底水的體積大概900噸 那善意出來的水量我們預估是大概在100噸左右 那其他的水目前都還在管裡面 大概是這樣 被星和阿信 我不想想去ات助 超多閉路 今天要 син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對啊 不然就已經死掉